計程車上竟然出現小牆 客人用衛生紙捏似 往副駕一看快暈到 根本就是蟑螂開Party 客人坐到這種車 嚇到頭皮發麻 不只有蟑螂共成 手把力藏煙蒂 錢做一堆食物垃圾 地板發霉變綠潮濕 散發濃濃酸醜味 就可能下車然後換一台 應該會跟阿Q說 上車的錢都不要付了 民眾在網路上碰文 說自己跟朋友一行人 在台中火車站3號出口 搭到這台計程車 駕駛還叫他們不要坐前坐 那個人開背去 蟑螂在那裡還跳得好 要帶有車的跟他講 你去清清的 我三百五人他也沒有 不只如此 後照鏡蒙上油污跟灰塵 司機還赤腳開車 問起這台蟑螂小黃 同業們都知道 那個人也很大燥 他沒有在洗腦 都在車上開 進前那隻又很大燥 本來就要乾淨啊 你抽薪就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對此計程車行 不願回應 交通局已經介入了解 如果在街道民眾陳情 就會開罰9000到9萬元罰還 希望司機照顧好身材工具 不然以後他的車誰敢搭啊 記者 臨時心理雲傑 台中報導 可空機照顧好身材工具